天天向上简直颜值照妖镜,黄婷婷受到拖像,蔡徐坤比偶练力帅多了! 最新一期的天天向上大家看了吗? 没想到蔡徐坤竟然扛住了著名颜值打假节目偏偏向上的镜头,之前看偶像练习生的时候干不到她的脸,咋出道后这几次上电视颜值都这么高,感觉比偶练力面帅多了! 你们品一品这个动图觉得她扛住了这些镜头吗? 侧颜真的有被电到!特别二次元,很少女杀手了! 感觉比快乐大本营里更精致更帅气,没有一个镜头不好看,可能是因为黑发更加青春的感觉,所以比偶练更亮眼! 要知道天天向上一直是著名的颜值打假节目,当年有多少网红都在节目里幻灭了,让我对现在的PS技术刮目相看! 粉某的这么白真的大丈夫吗?还有之前SMH48的黄婷婷,和程骄一起上天天向上,整个人都很干瘪的感觉! 而且脸上的粉真的好厚重啊!和脖子都有色差了! 以前不觉得程骄多好看,视频里黄婷婷站在程骄边上真是各方面被吊打!都受脱香了! 相比之下,蔡徐坤上电视还挺拉好感的,表现得很绅士,不抢风头站在一边还被前锋拽到中间,而且还很温柔! 不得不说感叹年轻真好,高高瘦瘦白白净净的男孩子真的养眼! 而且看了这期的天天向上,我终于相信蔡徐坤初中就有后援会了! 不过当时后援会全是男生啊,好兄弟们一个个都拿着灯牌和艺术照做姻缘,笑容好可爱! 看来蔡徐坤算人缘很好了,夸赞好兄弟的时候眼神好真诚呀,而且还说大家应该发展得比他还好! 天天向上还提到初中时候蔡徐坤是学生会主席,校长小助理,以及学校的文艺分子! 外公是教授,所以受外公文化薰陶很深! PS,外公长得好帅哦,他和外公好像! 总之看完这期天天向上,感觉蔡徐坤好温柔啊,家长很好! 而且我是真的佩服他,想走娱乐圈这个道路,是他小学的梦想,坚持到现在,中间还遇到了那么多困难,真的挺不容易了! 图片来源于网络,如有意义竟联系删除!